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月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受盘表现 我们来看到 今天台子期 以上涨27点来开出 那么最低点就出现在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8点45分 来到10388 那么最高点就出现在 早上9点半来到10438 今天整个高低区间 总共仅仅只有50点 而且现货的成交量 也只剩下104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 我们来看叫做跟上脚步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要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都晓得 昨天的节目里面 老师有特别去提到 其实呢 昨天开高啊 台子开高之后 应该很有机会上去测试一下 月线的压力 但是昨天并没有来到这个位置 反倒是呢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啊 不管是道琼小SP 还是纳斯达克 全部都去测试了月线 而且都出现了拉回的动作 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 整个台子期 第二次开高再上去挑战月线 一样也是出现一个转折 留了一个上影线 所以今天台子期也跟上了美国股市的脚步 其实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当然就是跟上A50的脚步 因为A50啊 已经连续很长一段时间 不仅仅是站上月线 而且同时站上季线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早上开高往上走的行情里面 一开盘你会发现整个预估量啊 大盘的预估量是非常的低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今天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会出现所谓的 霞浮震荡的格局机会相当的大 那么既然今天开高要上去测月线 而且行情不大 那么应该怎么做 今天的赢家最好的做法就是这样 今天一开盘当然就是应该顺势去做多 但是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抓到这个转折点 把它放空下来 所以今天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能够提早抓到整个盘式的脉动 能够知道整个盘面上的变化 你是不是就能够把行情变钞票 把清水变鸡汤 今天你只要手上有一个好的工具 这样子的做法绝对不是做梦 而且完全可以做得到 待会老师就来公布 今天我们的会员究竟在哪个地方进场 老师先透露给大家看 这条线就是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我们就已经规划出来 告诉会员朋友 这是今天的转折点 如果你今天想要放空的人 能够事先抓到这个高点的话 是不是你就能够空在今天的甜蜜点 你可能会说老师 你是不是事后诸葛亮事前租一样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牛熊最前线 怎么样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 我们看到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 美股早盘反弹带动台子开高 有力延续公式 第二个 台子开盘价高于理论价 盘面气氛转趋乐观 第三个 值利率曲线倒挂加剧 金融股走跌 美股小幅拉回 第四个 台子月线转折向下压力笼罩 量能偏低挑战难度高 我们看结论 美股早盘走洋带动台子延续反弹 但是大盘预估量偏低 而且台子的月线下弯均线压力笼罩 顺势偏多操作 过月线能需减码阴影 加上台子的未平仓量水位还是偏低 行情的延续力道有限 当冲移短不宜长 各位今天早上9点28分 如果在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能够收到我替大家准备的 这个牛熊最前线 你是不是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住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 就找利多的新闻来看 或是去看一些多头老师的节目 他每天都告诉你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或是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你就去看一些空头老师的节目 他每天都告诉你像世界末日一样 如果过去你都是在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你只是在找安慰 对你的操作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你一定要记得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每天早上你要同时吸收到多空 两边不同的观点 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而且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自己花时间来找资料 因为我晓得 每一个人早上都赶着上班 上学带小孩做家事 没有时间来找这些资料 怎么办 把这个工作通通都交给邱老师 你只要做个简单的动作就好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都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 不仅仅是这样 每天收盘之后 也会整理盘后的数据 让它转化成图形的方式 让你在收盘之后 短短的几秒钟 就能够掌握所有盘后数据的变化 而且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 绝对是你操作期货的好帮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背背的新闻 这个小摩说 八月跌幅已深 接近可买进美股的时机 各位投资朋友 小摩就是摩根史丹利 他之前对市场发出了一个警告 发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八月份很可能会出现 所谓战术性的回档 那么在这波回档 把单子洗一洗之后 接下来九月份很可能会出现 一波重新回到这个上涨的形态 而现在接近九月份 过去这段时间也上下刷洗了很多次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进场的时机 再加上在第二季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比市场预估的 还要来得好 所以呢他认为 美国股市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我们就来看 这个是道琼指数的日线图 你可以看到导播请拉近 昨天是不是上去测试月线压力之后 就出现了上影线 那么今天是小幅度的一个反弹 重点就是 只要守住下面这一条支撑啊 能够重新站上月线 基本上就有机会 再来挑战前波的高点 各位投资朋友 除了道琼以外还有什么 NASA也是一样 昨天也是盘中啊 去测试月线的压力 也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重点是 今天还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只要能够站上月线 就有机会 往前去挑战这个前波的高点 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啊 就是对美股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月线就是短线的多空决战点 那么另外 除了美股之外 我们看一下A50跟台北股市 我们都晓得A50是 大陆股市的代表 那么跟台北股市啊 你可以发现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两边的转折点 几乎都是在同一天 甚至整个形态上来讲 也是大同小异 一般来说 A50常常都是台北股市的领头羊 只要能够掌握A50的趋势 就有机会掌握台股接下来的多空方向 我们就来看 这是A50期货的日线图 5月份打底成功之后 6月份往上跳空出现了三角收链 第二次跳空 但是呢7月份就是一个盘涨盘跌的一个行情 那么8月份随全球股市快速回档 重点在这个地方 8月16号他顺利的站上前波这个压力点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一个快速的反弹 有这么多的利空 但是你可以发现 最近10个交易日 这么多的利空笼罩之下 10个交易日他收了8根的红K 只有两天收了黑K棒 而且呢在这个地方 他又回补了8月2号的跳空缺口 重点是已经连续8天都通站上了这个指涉季线的位置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如果按照过去的历史资料来看 台北股市很有机会能够追上A50的脚步 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很大进步的空间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今天才来测试月线而已 而且导播请拉近 今天刚好过月线之后 是不是就出现压回收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呢如果按照整个A50的形态 我们室友非常有机会能够跟上他的脚步 基本上要来回补这个8月2号的跳空缺口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重点在下面 我们来看在下面这个位置啊 昨天整个台子期的未平仓量叫做84237 那么今天是多少 今天叫84668 小幅增加了一点点 我讲过整个台子期的未平仓量代表 从期货角度来观察整个行情的动能 如果这个未平仓量没有办法适时的增加 这代表市场上不认可这样的方向 那么继续今天已经连续两天的上涨 如果未平仓量接下来能够达到8万5千口的基本量 甚至来到9万口 这个行情就有非常大的机会继续往上来做个挑战 那么可是呢熊妈妈也告诉我们说 贸易战带来高波动性 瑞银说建议减持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瑞银他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公司 他这个时候告诉他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投资人 这个地方你要开始减持你的股票 这是自从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 瑞银首次发布了这样的警讯 所以也给市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 过去所谓的利率倒挂 是表示三个月的国库券 跟十年起的公司债出现利率倒挂 那么接下来连两年起的 跟十年起的公债也出现了利率倒挂 现在不仅仅是这样 现在连三个月的国库券 跟30年起的公债也出现了利率倒挂 这是过去12年来首次发生 这样这么多利率倒挂的情况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 所以呢各位经济衰退究竟会不会来 我想出现这么多的利率倒挂之下 这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美元一直以来都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轨道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 八月份你可以发现到整个美元指数 出现了大幅度的走高 虽然短线出现了压回 但是整个八月份以来各位投资朋友 整个八月份外资只有买超几天 只有买超两个交易日 其他的交易日全部都是卖超 累积从八月份到目前为止 已经卖超台股超过1300亿 我们都晓得外资是台股最大的阻力 如果在这个地方美元持续的走高 没有出现走落的一个迹象的话 外资的卖盘还是有可能 源源不绝的在台北股市 出现一个到货的一个动作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 这个是大盘加权指数 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可以发现 量能极度的萎缩 不仅仅低于昨天的成交量 也低于五日均量 在这个地方虽然收了一个小红棒 量能萎缩的情况下 我们把技术形态抓出来看 上面总共有三道压力 第一道叫10440 第二道叫什么 叫做10600 第三道叫做10700 如果量能萎缩 我们看到连续三天的反弹 没有量按照价量的关系 你没有量要挑战这三道的压力 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都晓得有量才有价 在现在的情况下 如果量能没有办法放大的话 要挑战这重重的关卡 我想难度是非常的高 那么不管怎么样 熊说熊的理 牛说牛的理 到底谁有理 老是要告诉你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的行情你可以看到 小幅开高之后往上拉了一段 但是呢遇到了月线的压力 又出现拉回的动作 今天虽然整个震荡 只有少少的50点 但是你只要手上有工具 你还是有办法把行情变钞票 怎么说呢 今天开高之后你应该顺势去做多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敢做多 你想放空的话 是不是应该抓到这个点位 有没有办法抓到这个点位 各位只要有工具 你绝对做得到 我们就来看 这一条线 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透过系统的运算 告诉会员 这是今天的转折点 这个点位叫做10428 如果你在开盘之前 就已经知道这里是转折 预挂空单的话 你会成交在今天早上9点25分 那我们看一下 哪里可以赚到30点 10点31分 10398就来了 今天只要你能够抓到这个点位 在这个地方放空的话 在这个地方平仓 虽然今天整个区间只有50点 你还是能够牢牢的抓住 这一波的回档 两口台子 一样有机会赚到60点 等于新台币12000块 各位你回想一下 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你是不是能够准确抓住今天的转折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你真的应该找一个好的工具 只要有工具 不管什么样的行情 你都能够找得到赚钱的方法 我们就来看 今天早上8点39分 是在期货开盘之前 8点45分以前 我们就已经发给会员 会员收信后预挂10428正负1点做空 10358正负1点做多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 如果你能够收到这个简讯 你是不是都领先全市场 在开盘之前 就抓到今天最关键的转折点 所以各位 我们旗子当中的最佳工具 鹰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鹰眼 掌握关键 如果过去你是在买软体 或是参加其他的老师的会员 你会发现到 他们的转折点 基本上都是在开盘之后 才能够告诉你 因为我告诉你 他们都是全部 99%都是用开盘价来算 每个人都用开盘价 来个加减乘除 然后告诉你上面5道压力 还有人给你10道压力 10道支撑 让你自己去拆拆看 去连连看 我告诉你这些数据 这些数字对你来讲 完全都没有作用 因为每一个人算出来的点位都一样 而且每一个人都给你这么多的点 究竟哪一个是有效的转折 你问他们 你问你的老师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今天只要参加我的会员 第一个我们领先全市场 在开盘之前 就透过老师独特的数据 来做一个运算 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就已经告诉你点位 第二个 我们精挑细选 当天最有可能出现转折的位置 而且透过手机简讯的方式 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你不用买软体 走到哪里 都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资讯 对你来讲才是最实用 最好用的一个什么 一个策略 跟一个转体 所以各位 如果过去你都找不到 真正能够抓转折的软体 你一定要来尝试我们的 我们的阴影预判系统 另外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倒数七天后会可期 破盘价感恩回馈 老师要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倒数七天邱老师要暂时的告别电视荧光幕 因为之前我答应过一些会员朋友 要提供给他们一些海外期货的交易策略 譬如小稻穷 譬如清源油 譬如黄金 还有所谓的美元指数 那么这些工作 都是要在今年底以前完成 所以现在老师需要多一点完整的时间 来完成手上的工作 只要完成之后 老师会立刻回到电视荧光幕 跟大家见面 那么现在接下来 如果你想要看老师的节目怎么办 很简单 你加入我的Lite 一样每天下午都会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来帮大家解盘 来跟大家见面 而且老师 现在特别准备了一份大礼 要送给所有的投资朋友 就是全部都是用成本价 来回馈所有的观众 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在考虑 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行列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打电话进来一定会让你惊喜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把电话播通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十六年 真正十六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将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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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把钞票留给自己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0800370888 赢家专线0800370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十六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0800370888 赢家专线0800370888 掌握千里眼 获利天天眼 给我投资朋友 老师进入期货市场 已经超过18年的实战经验 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看到非常多的投资人 其实在市场上 一直在那边打滚 但是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赚到钱 真正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很简单 就是大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常常最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原本想要做当冲的人 就不小心单子被嘎了 马上便拨断单 那么想要赚拨断的人 结果赚个5点10点 担心 害怕 赚钱便赔钱 结果马上跑光光 所以这个时候 你常常看长做短 看短做长 你分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其实做期货真的非常简单 因为呢 操作就像是打棒球一样 这一位就是全力打王王真志 这一位就是安打王林木一郎 我们都晓得林木一郎就是全球的这个安打王 他每次上场只想着什么 只想着要把球打到没有人的地方 就算是内野安打也能够帮助球队得分 就是鸡小胜为大胜 所以安打王就跟当冲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全力打王王真志他每次上场绝对不想要碰到球而已 他希望能够一棒把球挥出全力打墙外 能够帮助球队反败为胜 成为市场上的一个英雄 所以呢波段单就像是全力打王一样 那不管你是要做波段还是要做当冲 最重要的是你手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你自然就能够减少挥空棒的机会 能够真正的挥出全力打 我们就来看一下 老师特别跟大家推荐 我们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统旗舰版 洞悉未来掌握财富 海量水库机动调整 细出名门避暑家座 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人都在卖软体 但是你知道这些软体是怎么来的吗 我告诉你十个有九个全部都是直接跟厂商拿的 每一个人找的厂商就是那几家 然后呢参数改一改就推出来卖 完全都是已经固定的套装软体 没有自己的策略 而邱老师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全部都是自己的策略 在将近一百支的指标里面 我挑选出几支啊 最符合现在行情 最符合现在盘式的这个策略 把它组成一个投资组合 你会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多策略 很简单 盘式的变化不是你能够掌握的 有时候是波段单 会出现好的一个绩效 有时候是震荡 有时候是盘整 你不可能一个策略 能够抓住所有的行情 所以你一定要多策略 才能够掌握所有行情的一个脉动 所以呢只有自己的指标 你才能做一个调整跟搭配 而邱老师的所有的指标 全部都是自己的 所以能够随时因应盘式的变化 来调整我的这个投资组合 这个对你来讲 才是最有保障的一个软体 很简单 你想说老师啊 但我的软体到底是什么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手上的这个策略 它是不是能够去调整 如果他只是一个策略卖给你 从今以后跟你老死不相往来 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个参数 我告诉你这个软体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帮助 只有能够随时因应行情的变化 调整策略 这才是有用的一个什么 有一个指标 所以老师邱老师的指标 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需要拨断策略的三种人 第一个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的人 过去老师只有在做当充单 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讲 老师我没有办法天天盯在盘前面 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收到讯息 然后呢进场交易 这个时候怎么办 各位这个时候 就是要透过所谓的波段单 透过这种策略单 你才能够抓住行情的脉动 一样可以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第二个 想要赚取大波段的人 我们都晓得 当行情来的时候 有时候往往一个行情就是三五百点 如果你能够抓到这个波动 能够抓到这个行情的变化 你是不是就能够赚取大波段 就像挥出一支满贯全雷达 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 各位这问号代表是所有不同的人性 就像刚刚老师所讲的 有些人想要做波段单 结果呢 不小心赚五点十点 害怕赚钱便赔钱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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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但是也有一些人想要做当冲 就不小心赔了 这个时候马上变成波段单 所以呢 大家没有办法克服的人性 这个时候就要透过波段单 甚至透过自动下单的方式 能够帮你克服所有人性的困扰 而我们的自动交易 就是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那么再看一下 各位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是清源油的日线图 你看到这张图啊 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各位 如果你看到这张图你说 老师啊 这个清源油最近很弱 没错 最近很弱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看到的都是白花花的钞票 各位今天这个行情 如果你懂得形态 懂得技术分析 从四月份以来 它一直都是呈现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各位 如果能够提早抓到这个行情的波动 行情的卖动 你光是四月份到这里啊 你总共能够获利多少钱 你去算算看 清源油的杠杆比台紫期大过两倍以上 所以老师现在就是在替其他的会员啊 来开发我们海外期货的策略 我们都晓得 台紫期有时候波动很小 但是呢 很多的海外市场的商品波动非常的大 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哦 你一定要有工具 所以老师现在就是替所有的会员 来开发这个海外期货的策略 所以呢各位如果你想要当一家一定要找专家 我们来看 把行情交给老师将生活留给自己 不要在每天都去烦恼 明天要做多还是做空 也不要在开办之后想做多不敢做 想放空又不敢空 这个时候把这个工作 把行情的这个判断 全部都交给老师 把生活留给自己 那么现在老师再提醒大家一次 倒数七天后会有期 各位投资朋友 老师即将要占别电视荧光幕 现在破盘价感恩回馈 送给大家一份大礼 就是全部都是用成本价 所以呢过去你在考虑 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行列 现在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 一定都会让你惊喜 把电话播通 明天你就是赢家 再会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